哈喽,大家好 这盆迷你文心兰今年没有长出花苞 想来想去,找一些原因 果然给我找出了他不开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看一下这些水苔 非常非常的干 这一棵文心兰是种在一个瓦盆里面 是用水苔种植的 这一盆文心兰我是三天前给他浇挂水 看一下这些水苔现在都干得硬崩崩的 像石头一样 这一棵文心兰每隔三天我都要给他浇水 浇透水了,但是他还是非常的干 没有办法了 我准备来给他换一下盆 现在把它泡在水里吧 这些水苔都泡开了才给他拆盆吧 我准备用桃粒跟木炭用一个塑料杯把它种起来 木炭和桃粒已经准备好了 泡了大概是十分钟的时间 现在应该是很容易就把这些水苔脱盆了 这一盆文心兰去年开完花之后呢 就把它转到这个瓦盆里面种植 一直都是放在室外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根 看一下下面这些根都是非常干的 这个地方是没有水苔 所以呢 它干得非常严重 里面这些根还可以 最里面原来的水苔呢 还是非常干的 我准备把所有的旧的水苔都给它换了 然后用桃粒来种植 去年开完花之后 没有把它原来的植料全部拆完 就裹上水苔 然后放到这个桃盆里面去 现在把它清理一下 清洗完了之后没有发现有烂的根 底下面那些已经干的根 就给它修剪一下 把这些都剪掉 为什么用桃盆来种植这一棵文心兰 它就不开花了呢 桃盆是一种非常通风的种植器皿 我换掉桃盆 而是用这种塑胶杯来种植 这个杯子上面我没有打洞 只是在杯子底下面打了很多的孔 我这样子做的原因 还得从文心兰的生长环境来说 文心兰喜欢湿孕的生长环境 她对湿度的要求比较高 植料要保持在70%的湿度 才是她最好的生长环境 而我用桃盆来种植 它一直都是处于非常干燥的环境里面 太干燥了就不适于它的生长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长出花苞 特别是现在把它挪到了室内 开着暖气 空气就更加干燥了 把它泡水 完全泡湿了之后呢 也是大概三天 它就好像一开始 视频的那个样子非常干了 所以我每隔三天都要给它泡水 非常的麻烦 有的时候忘记了给它泡水呢 它就干得不得了 我其他的兰花大概都是一个星期 给它们泡一次水 但是这几盆用瓦盆种植的兰花呢 都是三天就要给它们泡水 所以想来想去 还是给它换一个塑料杯 塑料杯保持的湿度 应该是比瓦盆好一点 没有瓦盆那么通风 杯子上面我也没有给它打洞 就让它的水分在底线面流出去就好了 这样子可以保持里面的 植料湿润的时间长一点 我也检查了我其他用瓦盆种植的石湖兰 那几盆石湖兰今年都没有长出花苞 应该是同一个原因 植料太干燥了 不利于它的生长 从这一点来看 如果你的气候环境比较湿润的话呢 可能试一下用瓦盆来种植应该是比较好的方法 有的时候在网上看见其他的网友 种的兰花非常的健康 开出的花也非常的漂亮 而自己种的兰花为什么总是种不好呢 所以我们平常种兰花的时候要仔细的观察 放一个外杯就更加有效的把里面的水分保持在植料里面 这样子就不会容易干的太快 还是在底下面放几块桃粒吧 到时候我可以把水放到底下面 但是它又保持了通风 这样子应该就更加好了 放了桃粒它就有一个缝隙在那边 平常我们种兰花一定要根据兰花的生长要求 接上自己当地的气候环境来决定用什么器皿 什么植料来种植这一颗兰花 我一直都是在失败中吸取教训 找出原因 找出适合种植兰花的方法 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的学 种文心兰用桃粒跟木炭我还是第一次 我其他的文心兰都是用水苔种植的 所以这一颗兰花我还是要多加小心 慢慢的观察看一下它的生长情况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